整个村庄聚集于此,小鼠一盘这个他们耳闻已久,却从未亲眼见过的魔术。 伊莎姆丁的表演,从介绍这根普通的麻绳开始,她承诺会将它复活。 伊莎姆丁将篮子展示给观众,表明篮子空空如也。 魔术师将没有生命的绳子放入篮中,并开始施展魔法。 魔术师的儿子安曼同时也是她的学徒。 对方出见,小鼠,回来、晚安。 对方 sessions 使用过印度的咒语来召唤超自然力量 他将一根没有生命的绳子升到空中 上次升到了约六米高 接下来的环节是伊沙姆丁将其子送入天空 接下来的环节是 在孩子爬到半途的时候 罗鼠师要求孩子停下来 正如传说中的一样 在传说中男孩并未遵从 他继续向上爬去 直到消失不见 暗漫犹豫了 这一次儿子突出了父亲的命令 并爬了下来 一个数百年以来 孤数迷迷的魔术同陷于世 对于史蒂夫来说 这是一个新发现 只有一件事能让史蒂夫的印度之旅更加激动人心 同神奇的伊沙姆丁本人会面 他们将当面探讨 进行魔术师与魔术师之间的对话 实际不希望能够共享行业间的秘密 这些优优独播剧场